空軍培訓要求嚴格 一旦在飛行訓練中淘汰 將永無重返飛行線的機會 由國防部與國際電視頻道合拍的紀錄片 台灣精英戰士傲氣飛鷹 片中真實呈現飛行員訓練點滴 發表記者會現場 總統馬英九也到場支持 並肯定空軍近年來的成長與強化 參與許多今年抗戰升級70周年的活動 想到7、80年前 當時的中國空軍 真的想到就要掉眼淚 從那個時候一步一步的 把自己的實力建立起來 從在最艱困的時候 敵人的壓力大到 我們甚至於不太敢起飛 因為一上去 可能就遭遇到很悲慘的命運 現在是完全不一樣了 這個過程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都會非常的感動 拍攝團隊為了完整紀錄 特地申請常駐 鋼山空軍官校取景 15個月 共完成1500個小時的檔案資料 從地到空 甚至水下攝影都有 教練訓斥的怒吼 當然也收錄其中 最多的話 我們用到六七個鏡頭 在一個畫面上面 我們沒有修剪他的畫 就是他原因是什麼樣 我們就用原因來表示 基本上我們大概罵人的話的話 字幕應該不會出現 但聲音應該會出現 然後也不會有B聲 現任空軍737聯隊 也是戰鬥組首位單飛學員的 女飛官鍾靜儀 在紀錄片當中 也曾忍不住落下女兒淚 不過談到拍攝過程 讓她印象最深的竟然是 上飛機的時候 只要看到 就是工作人員在飛機旁邊的時候 我們都是搖頭探氣 教官只要看到攝影機 他都會跟我們說 我們要呈現最真實的訓練過程 給所有觀眾 所以教官反而會更嚴格更兇 傲氣飛鷹將在8月中旬 銀光幕首播 除了帶領觀眾一窺飛行員 背負壓力的艱苦培訓 透過鏡頭也能吸收飛行知識 進而理解飛行員的武德教育 中央戲劇者張志燕 洪荒鈞 台語報導